手牵手我的朋友 爱永远在你左右 那些难眠的日夜 那些感动的瞬间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 最近看到非常多很感人的故事 想办法自助一些就是孤儿 心上特别讲述 他是华语乐坛的优质偶像 除了他的天赋 他的爱心 以及一直以来对公益事业的关注 更让他受到歌迷们的喜爱 社会的捉迷 他用自己感人的音乐语言 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里 在台湾921地震的时候 他谷写了爱永远不会消失 在SARS期间 他带领群星演唱了手牵手 他总是能够在大家最需要爱的时候 用歌声激励人心 而就在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最短时间里 王力宏也捐出了自己意买最新旅游手记所得的全部300万台币 而此时的他也影响到的还有当初在四川开演唱会时热情歌迷的模样 而就在昨天 他现身上海交通日公益活动的宣传上 作为宣传大使的他 仍然最为惦记的还是四川汶川的灾情 这就是他曾经为SARS所谱写的手牵手 在五年前 他温暖了每个人心 给予了大家团结抗争病魔的勇气 而今天他又一次成为了抗震救灾的歌曲 王力宏说 四川的歌迷曾经给予他最大的支持 而现在他最为关心的也是他们 危难之时 手牵手传递的是人类最大的心灵力 而用真心去第一时间创作励志的音乐 更能给予每一个罹难的同胞们 和每一个幸存者最大的心灵共鸣 除了写歌 关注灾区的歌迷 王力宏更准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现场鼓励他们 王力宏说 下周他就将奔赴四川 在灾区的土地上和陶哲以及众多明星们再次唱下这首鼓舞人心的手牵手 他将协同歌声和爱心一起去四川 在发生地震的第一时间 王力宏还为四川的涉灾群众写了一封信 信中这样写道 听到四川强烈地震的消息令我感到十分震惊忧虑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但一切都会过去 因为我们有爱 终于实现我和你的梦言 四川强烈地震群众写了一封信 四川有王力宏的许多歌迷 听到那里地震的消息 他脑海闪过的第一个人就是内地歌迷会会长Eric 他正是四川成都人 而第一时间收到Eric的平安回信 他才放心 当然在他的心中还有那些灾区的孩子们 我感觉也是我很关心的人 王力宏四川专户 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也是在这边呼吁他们 在这个专户可以捐钱可以捐款 我想现在大家要买很多东西 所以希望也是可以透过电视机来呼吁大家 因为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捐过钱了 捐过它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直要持续的一个过程 大家永远都会放弃 王力宏告诉大家 永远不要害怕 永远不要放弃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 不要害怕 今年的5月17日是王力宏32次的生日 是灾后的第五天 同样也是台湾全新公益捐款活动一眼的例子 在接电话 在当志工 很有意义 我很感动 就是今年我的歌迷朋友们 他们自己组织了很多庆生的活动 其实他们每年都有 可是今年特别 因为他们就一起团结去捐血 还有去捐款 他们说这个是 他们希望可以送的礼物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概念的 而且让我引以为傲 我觉得最珍贵的礼物还是生命 没有比生命还要顿贵的礼物 而音乐就是王力宏的另一种生命延续 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可以用音乐来抚慰人心 可以用自己的号召力 去筹集更多的爱心和善款 台湾也经过很大的地震 那个时候我写了一首歌叫做 爱永远不会消失 对我而言 音乐是 这是音乐最珍贵的一个力量 可以团结大家的感情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 都是一样的 都站在共同的一个平台上 希望音乐可以无畏人心 用音乐激励人心 用音乐安抚受伤的心灵 用音乐帮助历经苦难中的人们 走出阴陵 希望他们不会感到无助 反而我希望这个是 像多难心吧 我希望这个事情 可以让大家更 拉近距离 唱着龙的传人 华人万谢的他 最自豪的梦过于自己 是黄皮肤和眼睛的中国人 在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 作为龙的传人 特别的自豪 尤其最近看到非常多很感人的故事 在这边要透过电视机 跟四川的朋友 跟你们说一声 非常关心你们 然后要送你们一首 手牵手我的朋友 爱永远在你左右 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歌声 给大家最真诚的鼓励 加油四川 加油中国 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将会度过 艺术 加油 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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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